美国击落中国间谍气球事宜喊咖了 直到今天上午他终于抵达北京 预计会在明天会见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中国驻韩大使盈海明早前对南韩政党代表说 指美国全力打压中国下 有人倒中国会输必定后悔 韩联社分析说布林肯的言论可能是表态支持南韩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布林肯首先在18号下午会见大陆外长秦刚 17号会见国务员王毅 并可能安排见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这趟访问原定今年2月就要重行 却因为美国急落中国间谍气球延宕至今 耐人询问的是 几个月后美国总统拜登17号受访时的说法 被认为是在为这件事缓夹 拜登表示他打算在几个月内再次安排跟习近平碰面 用媒体分析最可能的时间是9月举行的G20峰会 只是相对于美国积极跟中国大陆对话避免误判 华尔街日报指出布林肯此行得到的恐怕只是中国政府一连串的甩锅卸责 减肥全中德荣庄志伟综合报导 持续要来聚焦的是俄乌的最新战情 乌克兰的反攻力道持续的推进当中 而主要的基站区也似乎从东部转向了南部 更多的讯息请记者李作恒带我们了解 好 俄乌这间发展到现在 主要战区也是转移转移 不断的再转移 现在说是已经移转到了 主战区到了南方了 我们看到说阵况比较激烈 大家可能本来还以为是在乌东地区 但他们说不是 不是在巴赫姆特这个地区 而是在南部的城市 比尔江斯克以及马里乌波尔 这两个都是沿海的城市 那么现在乌克兰的大反攻 还在持续当中 乌克兰的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 就说他们是采取一个行动 要多方的挺进 那么说在南部进攻战术 是号称成功的 号称说他们朝着各个方向 都推进了两公里 那怎么样来推进 其实我们看到在巴赫姆特地区 说是乌克兰他们占领了高地 以及森林地带 为的就是要试图扫荡 试糟的俄军 不过俄军他们也派遣精锐部队 到这边 甚至还出动大炮来支援 而收到乌克兰旅旅传出 收复失土的消息 俄罗斯当局似乎也被逼急了 国防部长就下令 要生产更多的战车 持续交给作衡 好 其实我们确实看到 乌克兰方面不断地声称 他们在这个大反攻 除了已经展开之外 还获得了一些成果 这是不是也让俄罗斯方面 非常的紧张 所以他们现在要有一些动作 来因应了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萧伊古他就去视察了 西伯利亚西部的一个军事工厂 当然说是要维持战车增产 另外也要提升武装车辆的安全性 可想而知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满足 部队的作战需求 不过基辅当局他们就也宣称说 已经是收复特定地区 以及附近约大约100平方公里的尸土 那么说这些尸土 大多是集中在乌克兰的中南部地区 真的有如乌克兰军队方面 所宣称的这样子告解吗 俄罗斯也就是莫斯科当局 他们说不对 乌克兰的反攻行动是失败的 而在此同时 西方国家也持续的援助乌克兰 要对抗俄罗斯 有哪些国家再请做很说明 好 当然到底在乌克兰的大反攻中 谁是比较有胜算的 现在俄乌双方是各说各话 可是毋庸置疑的 就是这场战争 绝对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那么现在就是比谁的战力 可以持续比较久 乌克兰方面他们现在 空军终于又洗淫了一个 新的胜利军 也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 我们看到欧美持续支援乌克兰 先是在瑞典的部分 他们有一个失丘战机 那么说是除了提供战机之外 还要帮忙来培训人员 这架战机最厉害的是号称 他可以在短距离起降的功能 在公墓上就能够直接起飞 另外是油耗也比较低 还可以调配各型的弹药都适合 这也是继F16 F18台风战机 第四款要加入俄乌战争的战机 这一波援助号称花了多少钱 花了2.5亿的瑞典克朗 相当于台币的7.1亿 而至于在美国的部分 也说要来提供给他们援助 虽然说不是武器 他们说是提供2.05亿美元的人道援助 这当中包含了食物 饮水 以及其他的需求 那么是透过非政府组织 来协助发配 也宣称说 其实从俄乌战争开战以来 美国支援的 已经是超过20亿美元的人道援助 将近有4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就希望说可以提供给乌克兰 更多的需要帮忙的地方 看完了俄乌战争的消息 想要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 也可以扫描我左手边的这个QR Code 下载TVBS新闻网APP 就能掌握新闻大小时 北约下个月初 即将举行年度的领袖峰会 不过一直想加入北约的乌克兰 恐怕又要失望了 乌克兰装甲车带着外国记者 挺进盾内刺客上周光复的一座村庄 距离前线只有2.5公里 乌克兰的蓝黄国旗 是这废墟中最鲜明的色彩 多亏北约跟西方国家武器奥元 无群大反攻总算打破半年将军 取得些许战果 而北约各国前所未见的团结 下个月初即将在立陶湾 举行年度峰会 乌克兰加入北约 有眉目了吗 总统泽伦斯基恐怕要失望了 美国总统拜登暗示 没有这么快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也表明峰会中不会讨论 邀请乌克兰入谋 追根究底还是怕出弩俄罗斯 果然俄罗斯总统普京马上威胁说 如果北约继续军援坦克战机 会增加跟俄罗斯冲突的风险 普京还打断训斥了南非总统一番 说他日前出访基辅带回的和平协议草案 内容面误百出 普京不仅拒绝签字 还不满草案说俄罗斯阻碍谷物出口 反抢那些谷物根本就是运给富裕国家 对解决非洲饥荒毫无帮助 特别宣众报道 英国国王查尔斯17号进行了 王室官方的生日庆典 他亲自骑马带着王室一行人 从白金汉宫出发到阅兵场 一路上万民欢呼 穿着军装戴着熊皮帽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骑马带队步出白金汉宫 庆祝专属他6月17号的官方生日 跟在查尔斯后面的 还有同样骑马的妹妹安妮公主 弟弟爱德华王子 以及儿子威尼王子 而跟在队伍后面 同样吸引众人目光的 是马车上一身绿色 搭配大元帽的凯特王妃 和他三个小孩 旁边还有王后卡蜜达 王室成员再度齐聚 接受两旁上万民众欢呼 接着王室一行人 来到阅兵场进行阅兵仪式 一共有超过1400名士兵 200匹马 好几百名军乐队参与 排场十分盛大 事实上这是睽違37年 再度有英国君主 骑马过生日 因为1986年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60岁生日决定放弃传统 如今查尔斯坐在马背上 一路回到白金汉宫 和一家人一起观看 军机飞行表演 阳台上王室成员 通通亮相 孩子们的一举一动 也再度成为焦点 特别是路易王子 各种纯真动作和表情包 不断融化民众的心 只是父王大寿另一个儿子 哈利一样没回家 最近更是在美国 和妻子梅根猛碰壁 哈利和梅根2020 和音乐串流平台 在Spotify呈下高达 约7亿新台币的节目合约 不料传出 没达到预期的效益 双方宣布结束合作关系 TNB新闻综合播放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新闻台 TVBS新闻台